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豚骨拉麵 我是Mr.海豚飯正宏 那相信這兩個禮拜大盤這樣跌 加上最近這三天的反彈 很多的觀眾一定會想說 那最近這個反彈到底是會形成V轉嗎? 那如果說手上還有股票 這邊又該怎麼處理? 那或者說到底要不要加入這波強反彈的行列呢? 所以今天就來幫大家回答這些問題 那不是多說我們影片馬上開始 好,那今天的節目呢 我們請小編收集最近散戶常常會在問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由小編來一一的提問 那海豚來幫大家做回答 海豚我想問一下最近已經談三天了 那反彈我們還可以搶嗎? 那海豚這邊只跟大家講一個很關鍵的一個重點 操作反彈的時候一個觀念就是什麼 搶反彈就跟搶銀行一樣 不管有沒有搶到都記得要跑 因為你搶到怎麼辦? 警察就來了嘛 搶到警察也會來 所以萬一這邊反彈就結束後面要繼續 走這個空頭後續的結構 或是要再次進行下去進行打底的話 線上都會被套在短線高點 所以搶反彈記得就跟搶銀行一樣 有搶到沒搶到記得都要跑 那這波跌下來反彈 我們就只能乾瞪眼嗎? 是不是應該要找一些股票來做進場呢? 基本上如果你跟海豚一樣 是屬於比較偏向波段交易者 而且你有自己的SOP的話 會發現說這一波跌下去之後 譬如說談上來很多股票呢 基本上都不太符合自己的操作邏輯 甚至因為大盤目前是屬在一個 季線下的狀態下 那基本上有一句話說 季線之下不做多 所以可能你現在跟海豚一樣 都是滿手現金 那還有人給這類交易的朋友的 建議是說什麼? 就是呢 當大盤跟個股都符合你的想法的時候 再進場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段時間你可能會失去一些 領先布局的機會 但是如果空頭持續延伸下去的話 你反而說不定又躲過了另一位次風險 海豚海豚大盤大漲三天了 手真的很癢怎麼辦? 手癢喔 那當然一定需要找止癢的方法啦 搶反彈 你想搶 OK 但其實就跟我第一期的答案是一樣的 你就是記得有搶到沒搶到都要跑 當然啦 以大盤目前這個階段來講 還是屬於逃命波的階段 就是目前的盤勢來看 它還是屬於一個反彈段或是逃命波 那後續還有可能再下去打底或是空頭延伸的可能 所以真的你要搶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用小量的資金去做 不要說搶反彈壓伸下去搶喔 這樣也非常的不好 投資朋友最想知道的應該是 這一波行情反彈有沒有可能變成V轉 那如果有可能的話 我們需要觀察哪一些呢? 基本上V轉是大家一直關心的話題 因為不管是去年 疫情爆發之後的3月 2020年的3月大型V轉 或是今年台灣疫情的5月的V轉 大家都覺得說市場似乎都不需要打底 就直接就會轉強 但基本上這一次呢 跟過去這兩次的V轉 其實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這次有點類似 所謂的消費端衰退的 這個疑慮引發的下跌 那這個就比較偏屬於這個經濟性 那當然你說有沒有可能V轉 基本上都是認為V轉機率是低的 但是如果真的V轉上去的話 我覺得你去觀察一個重點就好 觀察月線的角度 因為其實以目前的月線的觀點來看 目前還扣在17000點之上 因為目前月線還是下彎的 所以等於說 目前來看 就是等於說你要7天甚至8天以後 這個月線才有可能扣到17000點之下 等於在這個之後 7、8天之後 月線才有可能走平 那月線走平轉移之後 才有可能成為多頭助攻的力道 所以如果真的要弄到 直接V轉的話 那我相信月線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指標 不是有沒有站上 而是它有沒有重新轉移 如果手上有一些持股 是在之前大跌前賣的 那這一波反彈是否應該要先出 但是又很怕出了又漲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判斷呢 請海豚幫我們舉例一下 好那在這個回答問題之前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真的進場前一定要把停損點設好 而且要嚴格的照機率去做執行 才可以避開像這一類的大跌 因為通常在過往來講 常常有時候凹單都凹得回來 可是萬一遇到真的空頭的時候 會凹不回來 這是要鄭重跟大家去做提醒的 那再回來問題本身 如果之前大跌我沒有停損 我被套牢了 那這一波坦上來我到底要不要出 那給大家一個權宜的做法 就是什麼 你重新為你的部位 重新設定出場點 比如說這一波反彈的過程 有哪一天有出現一根大量的紅K 你可以用這根大量的紅K 比點當作調整過後的停損點 那真的再破的話 那你就是先認賠 避免說後續萬一又蓄點的話更麻煩 那另外一種就是 假設彈的比較強 彈到變賺錢了 彈到變賺錢了 那如果出了又怕他繼續創新高 那這種你可以怎麼樣 你一樣 你可以比如說以月均線 或者是與季線 當作你重新定義你的防守點 主要就是要避免犯同樣的錯誤 那大家在操作過程也是一樣 基本上這是一個很大的禁忌 就是你今天已經做錯這個動作了 是賠錢的動作 那未來就這樣不要再犯 因為基本上我覺得在交易市場 要活下來就是 第一個很重要就是 犯的比別人的錯更少 基本上在市場就更容易存活下來 也不容易打賠 那當然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也想問孩子的話 也歡迎在今天的影片下面去做留言 那或許下集的豚骨拉麵 就會專門針對你的問題來做回答 那當然海豚有賴社群 那大家也可以趕快掃QR Code 加入跟我們一起聊股票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拜拜